新北市警察局启动暑期保护青少年青春专案 市长侯友宜强调 在暑假这两个月 针对青少年朋友易逗留场所 务必要加强稽查 包括了毒品查器、打击诈骗等等 以确保青少年的安全 进入暑假新北市警察局启动暑期青春专案 市长侯友宜前往视察并强调 务必要以各项勤务作为 确保青少年易出入场所安全 落实青春专案保护目标 在青少年保护里面 我们非常重视几项工作 第一个是手套毒品 很多的青少年很容易被引诱 吸毒甚至贩毒 今年度的暑期保护青少年青春专案 实施的时间从7月1号起到8月31号为止 新北市政府表示 将发挥跨域整合力量 针对青少年易出入的娱乐场所 要求业者应确实遵守消防及建筑安全 相关法规外 同时也会由各主管机关实施联合击查 新北市警察局表示 除了规划执行青春专案击查行动 并且同步在全市各区实施扩大零检 尤其对于犯罪集团吸收少年从事诈骗或加入黑帮组织 将会积极严厉查气并向上溯源 将幕后犯罪集团绳之以法 以保护青少年的安全 记者杨邦邦友 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